歡迎回到1809集的《只要有電影》 這一集我們繼續講的就是Top Gun 是Top Gun 不是Top Gun Maverick Top Gun Maverick 我們講的不是電影 而是現象 因為一出來之後 特別是頭幾天 當然很多Top Gun的粉絲 都馬上去看這部電影 而我發現這些粉絲 第一 我想都是很清一色的男性 而且大概是五十多歲之間 亦有些年輕的 看Top Gun很喜歡 但這種基本上是全部可以說是清一色 和所謂很直男的一些反應 而這些直男的反應 是用英文說是很blatant 意思是說很張揚 是很unashamedly 是很理所當然 第一集令我覺得男人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追求女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看完好像打了Botox 一種青春活力魅力就是這樣的 而好像這些情懷 這部電影是完全百分之百地 改變這份情懷 我估計是因為大家開始老了 無論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體力等等都開始有自覺性 所以這部電影其實是有點像印度神友 令到大家好像很厲害 當然飛機在空中的飛翔速度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和男性有關的 飛機作為一個phonic symbol 向上一直高攀 然後噴射的感覺 那些東西當然都是有關的 但我覺得如果用這個情懷 這樣的記憶 這樣的 sentiment 回望回第一部電影 我就覺得很好笑 有一點點諷刺 正如我在上一節所說 對我來說第一部電影 其實是一部暗渡陳倉的同性戀電影 即使它不是一部所謂去 宣揚同性戀 或者肯定同性戀 這個電影 但是是無可否認地 裏面是充滿了這個同性戀的touches 為什麼他們會不記得呢 還是其實他們看了 但是當時當然 我一定要承認 它對heterosexual 就是所謂的直男 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我善外所說的 它完全確定了 亦都確定了 亦都確定了 就是我們世俗對男性 男性 即是陽光氣息 那種肯定和那種傾模 或者你會覺得 你就是這樣 你就在這裡穿鑿附會 你看什麼都是 我想大家如果有時間 真的可以仔細地找回TOPGUN來看 首先就是TOPGUN的名字 當然在戲裡面 它是一個訓練飛行員的精英學校 而且為什麼叫做TOPGUN呢 因為他們每一屆新的學員 就會有一場比賽 通過不同的訓練 他們拿的分數就是 爭取最高的榮譽 就叫做Best of the Best 那個人就會被稱為TOPGUN 但是TOPGUN TOP當然有個意思就是最頂 No.1 GUN當然是男性的意思 武器的意思 亦都是飛機就是他們的武器 但是當然TOPGUN TOPGUN的意思 如果你是看這個 性的 context 下 TOP就是上面的位置 當然在同性戀 更加就是所謂的公 或者是一號 這些全部都是在英語系的文化裏面 是有這些很清晰的暗示隱喻 或者是 connotations 所以TOPGUN很明顯 它都可以是heterosexual 同時亦都可以是homosexual 那電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有幾條線 第一條線就是 Tom Cruise和Kelly McGillis 那條愛情線 為什麼這條愛情線有趣呢 就是原來他想追求那個女人 Turn out to be她的上司 當然這個對他那個男性的 自尊心是一個打擊 但是再次 如果他真的追求到 那他就越級 他就厲害了 那Kelly McGillis 在這個戲裡面 他的名字很有趣 他的名字叫Charlie 當然Charlie 是中性的 可以是女人 可以是男人 但是 他很有趣 有這麼多名字不選 他為什麼要選一個中性的名字 而且一般來說 如果你聽到Charlie 其實你都會馬上浮現的形象 你會以為他是男人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戲裡面其中一個很巧妙的運用 另外一件事就是 Kelly McGillis Kelly McGillis 他之前做了一部戲 叫做Weakness 就是Peter Weir 澳洲這個導演Peter Weir 做的就是亡命大追殺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戲裡面其實他是做一個 有個小孩的一個年輕的媽媽 因為他的宗教背景 他是 那個宗教 他一時忘記了他 但是那個宗教 他經常要遮蓋著臉 類似是伊斯蘭教的 但不是伊斯蘭教 他的族人就是這樣 他就要被人追殺 中間就和保護他的Harrison Ford 發生了一段感情 而那個感情 在他的宗教的信仰裡 傳統裡 是一種禁忌 很紅的 Kelly McGillis 他當然也很漂亮 但做完Top Gun之後 其實他是出櫃的 他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至於你說他演的時候 荷里活知不知道 導演知不知道 Tom Cruise知不知道 我們當然是無從得救的 同樣 Tom Cruise另外 在當年來說 特別是他走紅之後 其實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估計大概維持了差不多 沒有十年 起碼有七八年 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其實是不斷有很多的新聞 很多的留言 流了出來 說他是一個同性戀者 一個所謂的closeted gay 雖然後來他又結婚 跟Nicole Kidman結婚 結完婚又離婚 另外又有第二段婚姻 但到了第二段婚姻的時候 也有留言出來 就是那一段是合約式的婚姻 但中間是不斷有這些留言 而每一次有這些留言出來 無論在哪一個媒體 甚至去到意大利 去到英國 他都告到別人飛起的 都要打掉這個謠言 當然沒有多久 當然他很有錢 跟著這個留言 就開始慢慢熄滅 或者沒有那麼多人說 他又開始信了科學教 他幾個小孩都應該是adopted的 但anyway 這些都是後話 戲裏面就是 我覺得很曖昧 很有趣 就是他入了TOPGUN 這個訓練學校之後 第一場戲 就是他遇到戲裏面的一個對手 就是這部戲的第二條線 就是Valcuma飾演的Ice 或者叫Iceman 我也剪了一些片段出來給大家看 如果你再看這場戲 很明顯是他見到Valcuma 兩個那種互相的吸引 眼神之間的互相的挑釁加挑鬥 是很明顯的 而我是覺得 再跟著他們去酒吧那一場 也是的 言語之間 那一種挑逗 當然不是明顯得 你受不受交叉 不是那一種 但是那一種 你來我往 其實是Tom Cruise 一直在拒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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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Whereas Valcuma 兩個大家都好像 欲他還形那樣 是一種遊戲來的 然後 Tom Cruise 才看到 Kelly McGillis 覺得他很吸引 整班飛行員 才一起向他唱歌 然後他才開始跟Kelly McGillis 搭散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Goose Anthony Edwards 飾演的他的對手 即是他的Partner 不是對手 那戲特別有提到 即是他們 那場戲是 完結了第一場上課 然後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人就是 會是互相競爭的對手 去搶這個Top Gun這個位置 去到學校的標誌之前 突然間 Valcuma 就說了一句 你的對手是甚麼 他說Goose 有兩個O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當然大家知道 O即是零 但當然 戲裏面不是說 Anthony Edwards 就是Tom Cruise的戀人 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覺得這些性的指示 即是指涉 我也知道原來 因為我未看 好像是 新戲裏面 好像是他的兒子 是不是 即是 名字叫Ruster 又是有兩個O 當然這個 可以說是 想Echo第一集 不說這件事了 這條線其實是 in parallel to Tom Cruise 和Kelly McGillis 其實是兩條 所謂的攻防線 都是這樣一路進戰 當然最後 就是 Tom Cruise 到最後都贏了Top Gun 這個位置 但一直都是 Valcuma 那種曖昧 他戲裏面的對白真的不多 眼神那種曖昧 我是覺得 都挺顯著的 而 中間又有兩件事 我和一個朋友 奇夫 在Facebook也交流過 又有兩句對白 用了兩句的詞彙 是引起人很多的聯想 因為 Tom Cruise 為什麼成名 除了他獨行獨往 經常 break the rules 不聽人說 經常 自信心爆棚 他在開場 其實他做了一個舉動 是很厲害的 就是 因為 他要趕走一些 蘇聯機 即是我 那時候還是蘇聯 趕走一些蘇聯機 他就飛去蘇聯機的頭頂 然後 整個人倒轉了 360度反轉了 然後 不是360度 180度反轉了 然後 用相機 就拍了 蘇聯的飛行員 的一幅相 所以 哇 每個人都覺得 厲害 那 Kelly McGannis 看到報告之後 就覺得 沒有理由的 你在他上面 怎麼可以拍到一幅相呢 當時 Tom Cruise 就說 用了一個手勢 我 inverted 這個 inversion 我自己倒轉了 這個inversion 這個字就很有趣了 其實 如果你調查字典 你就會明白 inversion 其實是叫做什麼 叫做 性倒字 或者性別字 意思就是說 是一個 同性戀的人 但是 他是用了一種 令到同性戀者也好 異性戀者也好 都不會反感 並且是會舒服的 愛貌 這樣的行為 去掩飾自己 真實 那個同性戀的身份 這個 就叫做 inversion 如果 你放在戲裡面 你就明白 那個意有所致 另外 一個名詞 就是到最後 他贏了 Valcuma 然後 Valcuma 有一點點 那 Tom Chris說 OK You can be my wingman Wingman 這個字 很有趣 Wingman 這個字 可以放在 當然是 飛行員的 context 中文的譯名 也很有趣 叫做 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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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同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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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定心院 你就是那個人的 Wingman 當然 他在最後這一下 他意思 是的 你可以做 Wingman 但是 你要明白 Wingman 意思是 他 是他不敢 溝慮 而不是Valcuma 不敢溝慮 他不是要做 Valcuma 的Wingman 回到 他跟 Kelly McGillis 首先 那一段 愛情戲 其實是 我覺得戲是 弱的 當然是很 麗牌 但是 他吸引了 兩個人都很漂亮 甚至他也有一場戲 即是有一場 性戀 雖然以今天的角度來說 很保守 只是拍他們上半 上決身 都未去到胸 但是 Anyway 有趣的 不是這場性戀 而是第一場戲 Kelly McGillis 很明顯地 叫他去他自己家吃飯 其實是Kelly McGillis 想追求 Tom Bruce 是 你去哪裡? 我要去洗澡 謝謝 享受在這裡 甚至在電影裡面 給了很多性的暗示 甚至坐下來的姿態 甚至說明希望他留在這裡 但是Tom Cruz那場戲的反應是很有趣的 每一次有這個性的暗示 都借一些耳又不出聲 好像很含蓄地笑 又不是一種意會 但其實是一種拒絕 到最後 當Kelly McGillis是明示的時候 他突然間站起來 然後就說我走了 我回家洗澡 他初來的時候 就說我可不可以在這裡洗澡 因為他剛剛打完排球 當然這是一個很唐突的要求 但其實他覺得很自然 因為可能都是小孩子 但是Kelly McGillis 最初是拒絕了他 然後他拉末就用這個藉口 我要洗澡 就離開了Kelly McGillis 令到Kelly McGillis的表情自形 有沒有搞錯 所以我覺得 這些所有的暗示 其實在這個戲裡面 是相當明顯的 當然這可能是電影的聰明 其實是一望打盡 無論是同性戀的觀眾 異性戀的觀眾 或者曖昧的觀眾 這個戲都可以有不同的演繹 但是我覺得尤其是今天看上來 你更加這個subtext 已經再不是一個subtext 而是浮了上面的text 所以我覺得有些諷刺 就是現在對這個Maverick 這部戲一眾的藍觀眾 那一種反應 我只能夠用有些諷刺 雖然可能會得罪了些人 但是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如果出於第一集的愛好 又或者是增加大家閱讀上高的趣味 我也不知道第二集 會不會都有同等的 這種Homoerotic的subtext 還是今天在一個所謂政治正確的底下 到底他是保守了 還是因為政治正確 而更加可以blatant一些 更加可以張揚一些 因為我沒有看到 所以都沒有辦法有這個結論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 也可能覺得我的說法 也有些道理 可以隨著這個線索下去 試一下用這個角度 去看看第二集 到底是否一個這樣的光景